诗篇第七十八篇 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教训,侧耳听我口中的言语 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古时隐秘的事说出来 就是我们所听过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把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 却要把耶和华应得的赞美,他的能力和他所行的骑士都向后代的人述说 他在雅各设立法度,在以色列中制定律法 就是他吩咐我们的列祖去教训他们的子孙的 好使后代的人,包括将要出生的儿女都可以知道 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 使他们信靠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减守他的诫命 免得他们向他们的列祖成了顽梗悖逆的一代,心不坚定的一代 他们的心对神不忠 以法林的子孙虽然备有弓箭,在征战的日子却转身逃走 他们不坚守神的约,不肯遵行他的律法 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和他显给他们看的骑士 他在埃及地,在索安的田野,在他们列祖的眼前行了骑士 他把海分开,领他们走过去,又使海水直立像一道堤坝 白日他用云彩,夜间他用火光引导他们 他在旷野使磐石裂开,给他们水喝,多如深渊的水 他使水从磐石中涌出来,使水好像江河一般留下 但他们仍然犯罪顶撞他 在干旱之地,仍然悖逆至高者 他们心里试探神,随着自己的欲望要求食物 他们妄论神说,神可以在旷野摆设沿席吗? 他虽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来 好像江河泛滥,他还能赐粮食吗? 他还能为自己的子民预备肉食吗? 因此耶和华听见了九大怒 有烈火在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发作 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不依靠他的拯救 然而,他吩咐天上的云彩打开天上的门户 他将玛拿给他们吃,把天上的食物赐给他们 于是人吃了天使的食物,是神赐下的食粮,使他们饱足 他从天空刮起东风,失能力领出南风 他将肉食给他们多如尘土 又将飞鸟给他们多如海沙 他使飞鸟落在他们的营中 在他们住处的四围 他们吃了,而且吃得很饱 这样,神把他们所愿的都赐给他们了 他们还没有因所愿的满足 食物仍在他们口中的时候 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 杀了他们中间最肥壮的人 击倒了以色列的年轻人 虽然经历了这一切 他们仍然犯罪 尽管看见这些歧视 他们仍不相信 所以神使他们的日子在虚空中消逝 使他们的岁月在惊恐中完结 神击杀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寻求他 他们回转过来 窃窃求问神 他们也想起 神是他们的磐石 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 但他们仍然用口欺骗他 用舌头向他说谎 他们的心对他不坚定 也不忠于和他所立的约 他却有怜悯 赦免罪孽 没有把他们灭绝 并且多次抑制自己的怒气 没有完全宣泄他的烈怒 他顾念他们不过是人 是一阵吹去不再返回的风 他们多少次在旷野背逆他 在沙漠使他担忧 他们再三试探神 使以色列的圣者忧伤 他们忘记了他的能力 就是他救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 他怎样在埃及显神迹 在索安的田野行骑士 他把他们的江河都变为血 使他们不能喝河流的水 他使成群的苍蝇到他们中间来 吞吃他们 又使青蛙来毁灭他们 他把他们的农产交给炸蒙 把他们辛劳的收获交给蝗虫 他用冰雹摧毁他们的葡萄树 用岩霜冻坏他们的桑树 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 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 他使猛烈的怒气 愤怒 愤恨 患难 好像一群降灾的使者 临到他们中间 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 不惜使他们死亡 把他们的性命交给瘟疫 他在埃及击杀了所有的长子 在寒的帐篷中 击杀了他们强壮时生的头胎子 他却把自己的子民 领出来好像领羊群 在旷野引导他们 像引导群畜一样 他带领他们平平安安地走过去 所以他们不惧怕 海却淹没了他们的仇敌 他领他们进入自己圣地的境界 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 他在他们面前把外族人赶出去 用绳子粮地 分给他们作为产业 有时以色列众支派的人 居住在自己的帐篷里 但他们仍然试探和背逆至高的神 不谨守他的法则 他们背信不忠 像他们的列祖一样 他们改变了 如同不可靠的功 因他们的秋坛惹起他的怒气 因他们雕刻的偶像激起他的愤恨 神听见就大怒 完全弃绝了以色列 他丢弃了在世罗的居所 就是他在世人中间居住的帐篷 他又把象征他全能的约柜交给人掳去 把他的容美交在敌人的手里 并且把自己的子民交给刀剑 向自己的产业大发烈怒 他们的青年被火吞灭 他们的少女也听不见结婚的喜歌 他们的祭司倒在刀下 他们的寡妇却不能哀哭 那时主好像从睡眠中醒过来 如同勇士酒后清醒一样 他击退了他的敌人 使他们永远蒙羞受入 他弃绝约瑟的帐篷 不拣选以法连之派 却拣选了犹大之派 他所爱的西安山 他建造了自己的圣所 好像在高天之上 又像他所建立永存的大地 他拣选了自己的仆人大位 把他从羊圈中招出来 他领他出来 使他不再跟着那些牧羊 却要牧养他的子民雅各 和他的产业以色列 于是大卫以正直的心牧养他们 灵巧地引导他们